齐哥哥 你今天怎么回事 别提我的事 不提行吗 大郎家回去以后 一天都没吃饭 那都是让你给气的 不 你得说为什么呀 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今天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帅子 咱俩可二十年了 从来没有红过脸 你要是再提这事 我给你急 急你也得跟我说为什么 今天这事就是你不对 你再说 我翻脸了 翻 你今天要不说出个一二三来 我 我跟你胳膊钻衣 宁 一个比一个宁 这天内下的宁男人 群都让我赶上了 那天 来咱们家的那个瞎子 会写大字的那个 会写大字咋了 姓刘 不 姓刘咋了 姓刘 他不会是柳天次吧 不是他是谁呀 他就没死 当年都怨我 再狠狠心把那坟全挖开 不就知道那是个空坟了吗 我这个傻子 我 我当时还拦着你 我早知道跟你一块儿挖去了 算了 就别说我的事了 现在有件要紧事 我要跟你商量商量 柳天次那闺女 我想说给咱们家当儿媳妇 你还说给谁合适啊 谁喜欢给谁啊 我都问过了 两个都喜欢 正好办 从他俩小的时候我去主持 让他俩扮成把兄弟 这把兄弟跟亲兄弟是一样的 那有夫同享 有男同当 现在不就有个大姑娘吗 这有个大姑娘 好像不能同享啊 好 说啊 你跟爹说句实话 这两个后生啊哪个好些 多好 那总得有一个更字吧 哪个更好 也就是多好 爹实话告诉你吧 你梨花婶啊 明儿就到咱家来给你提亲来了 咋不垂了 孩子啊 快告诉爹 哪个呀在你心里更好些 爹 你说呢 这两个后生的模样啊 爹是没见过 不过我听这个声音啊 一个机灵些 一个憨实些 嗯 机灵些的活份 憨实些的本分 您说哪个好啊 爹明白了 你这傻丫头啊 也没个准主意 爹 这种事情 闺女哪没有主意啊 这天下的好姑娘 多了去了 你也知道你闪叔叔我 那把兄弟是成败上天的 你说哪个把兄弟家没个闺女 多的四五个七八个都有啊 长得稀罕人的 有的是 不 改名啊 我让梅佛去给你跳去 专检那漂亮的跳 完了我亲自上门给你提亲家 缝儿就挺好 我看也就一般 挺好 好啥呀 他爹是个下子 桃花倒到这儿 比药饭的腔点不多 挺好 你真觉得他好 真挺好 不 我跟你说满天了 我说我能给你找一个更好的 这个 就 挺好啊 要说吧 牛蛋比你早生两天 他是哥哥 这娶媳妇的事 总得从哥开始吧 哪有这规矩 没听说过 再说了 又不是亲哥 你们俩是把兄弟啊 是啊 那拜把的时候说的话我都记得呢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可没说娶媳妇也要让着她呀 你咋那么不懂事呢 她不是早就没了娘吗 你就不该让让她呀 我还不够让着她呀 她 她占我多大便宜啊 她娘没了 关你叫娘 娘 你自个儿说 从小到大 你这个当娘的什么时候偏心过我 就冲这个 她还应该让着我 你还 你打 你打我两巴掌 就把柳凤说给我啊 我是真心喜欢柳凤 你就不知道心疼心疼的娘 娘 我最心疼娘了 娘 妈 只要你把柳凤说给我 我保证 我以后更孝顺娘 算了 我觉得啊 你比她机灵 你 你肯定能明白 你闪出我的意思 不明白 不是 我跟你说 这天下的漂亮姑娘多了去了 对了 那个 你就让开子 看今儿会给你找一个更好的 不要 你呀 一看就没出过远门 没开过眼 我跟你说 那外头那漂亮姑娘 那多了去了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那把兄弟 就牛家庄那牛的脑袋 她有俩闺女 那长得可漂亮 尤其是老大 尤其是老大 长得可天仙似的 不 关键他们家还有地 好几十目水交地 真的 那甩甩说 你把他家老大 说给牛蛋呗 你小子跟我说啥 你就把份儿让给牛蛋吧 凭什么呀 你们是把兄弟呀 那他怎么不让给我呀 好 牛蛋 按理说 娘不该跟你张这个口 可你拴子兄弟实在是不懂事 死活也不肯让 你看看 我老大 我老大 你从小就听娘的话 不是娘骗心眼儿 这闺女只有一个 你们哥俩都喜欢 栓子就不懂事 要不 就是啊 这栓子不懂事不肯让 凭啥让你让啊 栓子 进来 栓子叔 求你了 你一会儿可一定要向着我说啊 栓子叔 向着我说 你们俩听着 这事儿 娘不管了 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人了 这事儿自己商量 反正只有一个人能娶老柳家的闺女 娘 叫我娘干吗 你们俩自个儿商量 明天后上 我就去老柳家提亲 上午之前 你们定下来 不 不 谁的叔叔 叔叔 叔叔 叔叔个屁啊 都不听我的 还叫我叔叔干啥 不 我说咱们不是 咱们商量好 你娘让你跟她商量 你 我 你说你给我挣什么呀你 呦 李掌柜 吃饭呢 服务员 又赢了 赢 这二十年打牌就没输过 来碗面 下手啊 大碗大销 你给人销啊 你就是不想给人销你 骗子 你 人家是不是骗子关你什么事啊 你再说了 人家哪次来吃面没给钱啊 再说人家又没骗咱 你 你就是想偷懒 我来 来 来 彭哥 彭哥 借也不说话 来来来来 什么意思 我说你追我干吗 我给你犯钱了 我知道 您啥时候不给我钱呢 我呀 就是想向您 学点本事 我那本事啊 你学不了 那是啊 那彭哥的本事 那是随便谁都能学会的 是 所以嘛 我就学一点 我说你一个卖面的 你学我那本事有啥用啊 彭哥 我就学一招 我发誓啊 我学会之后 保证不抢师父的饭碗 就一招 江湖归去 走了 好 来 我去 牛蛋 拴子呢 昨晚说的那事 你们商量好了吗 娘 牛蛋 清雾 我去 傻子叔叔 这阵子 为了我和牛蛋的事 让你二老费心了 我替我和牛蛋 赔个不是 牛蛋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 是吧 兄弟 这回遇见这么一件好事 本来应该互相谦让的 可是 可是 可是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俩的不对 是不是牛蛋 可再怎么不对 这个事也得解决 我今天到镇上 买了两个骰子 帮助手 骰子叔叔 就麻烦你给做个见证 兄弟 咱俩致骰子定输赢 谁赢了 谁就取柳凤 行不行 这是个方 这致骰子这行人 我跟你说 我呀跟你们俩比 你们俩谁都赢不了我 你们知道吗 我那是在赌场生的 那个 先不说我了 制骰子有好多种玩法 这么这么 来 谁制得大 谁就赢 来来来 来 兄弟 让你先来 智啊 智啊 姚 姚 重来 牛带从来没有玩过骰子 重来 姚 我也重来没玩过 重来 我不重来 你 都是我的错 我刚才没说好 这结婚了 这好事啊 得沉双沉对啊 不 这回 谁要争出对 谁就赢 重来 娘 骰子书 牛带 这回咱可说准了 一把订输赢 还是你先来 要不然她说我欺负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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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老爷在上 保佑 我每天给你送面的山子 来 娘 对儿 娘 对儿 杰子说对儿 吴黛 你可瞧准了 是对儿 对儿 牛蛋 小缅子 你也想学一招吗 这一招可是两块钱哪 拿来 李花嫂 李花嫂 快去看看 牛蛋打人了 把人给打坏了 报告 进来 社长 他的肋骨被打断了 胳膊也脱臼了 马上抬到医务室 给人家治 是 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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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跪下 我可以教训他吗 说 为什么大人 因为你师父梁飞虎 梁市长来了大罗阵 有人给你撑腰了 你就可以横行霸道 对不对 我好啊 又成哑巴了 我的士兵要是不碰见你 就把人打死了 别敢 说 为什么打人 今天你不说 今天你不说 不说我今天就打死你 我告诉你 我小的时候交给你武功 不是让你拿那欺负人的 你要因为我是市长 你就可以 构杖人士 假的 牛蛋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牛蛋 牛蛋 你为啥打人呢 说 大当家的 他 他今天心里难受 心里难受 心里难受就可以男人出气啊 你就是个混蛋 牛蛋 牛蛋 你快告诉大当家的 你为啥打人呢 快说呀 好 师父 我要当兵 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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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老柳家大叔 他柳大叔 他梨花婶回来了 我在这儿等了一个时辰了 你们这是去哪儿了 你该不会是去我那个寒舍 咱们走岔道了吧 没有 没有 咋 昨天咱们约好的事 你反悔了 约好的事咋能反悔呢 这样 你先回去 我这就和他傻子叔叔上门提亲 对了 我问一问 你是给哪一个提呀 栓子 娘 丁是丁毛是毛 我看出发就挺好 老乡家的 再过三天就是出发 咱就给孩子们办喜事 行吗 我这苦命的闺女啊 终于熬到头了 能给你当儿媳妇啊 我就放心了 等闺女过了门 你也搬过去一块住 到时候我管你叫姐夫 骰子兄弟啊 你说笑话了 你就别装了 你前天去我家 我还真没看出来你就是柳天赐 我实话告诉你 我十几岁就跟着我铁哥哥四处找你 你柳天赐这仨字我听了得要上万遍了 你们俩也就别哭着了 等我们家娶完媳妇 你们家嫁完闺女 我做主 给你们俩也搬两桌 骰子 管住你的嘴 先别给孩子说这事 回头我再跟他们解释吧 他柳叔 就这么定了 过三天我们来接凤儿 两个时辰没理你了 你也不要点脸自己走 我要当兵 你娘把你带大不容易啊 你应该先进销 我要当兵 我让谁当兵谁就当了 你以为争兵是闹着玩的是吧 想当你就当啊 我要当兵 那你告诉师父 为什么一定要当兵 我想死 为啥想死 就是想死 你当养一面为啥不说 不能跟他们说 你混蛋 你以为当兵就是送死啊 那我 三当家的 五当家的 还有这些弟兄们 都是送死的 我就是不死 我也不回去了 不回哪儿 我哪儿也不回去 我明白了 是因为你娘 我知道 她不是你的亲娘 你的亲娘不要你了 跑了 怎么 你现在的娘对你不好吗 不是 那是什么 你今天又寻死又打人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说出原由来 我让镇公署抓你坐牢去 喝酒 你说什么 我要喝酒 有吗 有吗 你混蛋 你小子已经犯了一天的魂了 还让老子管你酒喝 跪下 他还没回来 你先睡吧 按理说 应该先给牛蛋说个媳妇 这些年 数他干的活多 咱这事做的没毛病 没偏没像 他哥俩置骰子定的 牛蛋 他也得认命 可我心里就是觉得 对不起秋香 对不起他 只有他对不起你 把孩子扔给你就跑了 这娘们 往后你想都不用想的 也不知道搭档家的 能不能收拾好这孩子的宁脾气 没想到 比小子还有点酒量啊 好 来 快干 师父 我这儿苦啊 我这儿苦啊 徒弟 我跟你实说吧 师父这儿也苦啊 好 好了 男子汉 不能流泪 来 再喝一碗 来 我要当兵 不行 求你了 师父 别喝了 不行 求你了 师父 臭小子 你要是带好吧 你他娘娘还真是个好命 谢谢师父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我再给你磕几个 行了行了别磕了 快起来 你个倔小子 本来答应了你娘劝你 这下好 你把我也绕下来了 我怎么向你娘交代呢 师父 你就说 你那儿等会儿我去报告司长 不用不用 新来的吧 不认识我 我是你们梁市长的义子 我从小跟梁市长长大的 我坐着住哪儿 你忙着啊 来吧 立傅 立傅 你小子还真会呀 那是 我在家 常帮我娘你 立傅 你要是还不舒服 我就叫我娘来 再帮你扎两枝 不用了 我只是昨天晚上酒喝多了 有点头疼 你小子到底来干啥来了 请您喝喜酒 喜酒 谁的喜酒啊 我的 你儿子要娶媳妇了 是吗 定的哪天啊 好出发 我娘说了 到时候请您 请我三叔我五叔 还有咱老五山上下来的 所有的叔叔大爷 好 告诉你你娘 给我准备点韭菜 哎 你缓快二十年了 没想到 你都要娶媳妇了 牛蛋 你去这儿呢 行行行行 别忙我别忙 跟我回家 牛蛋 牛蛋 你去这儿呢 你你别不理我呀 你别不理我呀 我跟你说 你别老赖这儿了 你这给我依附添麻烦 你想 他那都是给我留面子 要不然他知道你是谁呀 还有啊 今天你不在家 咱家面摊都没出 娘都生气了 你咱们做个做个 牛蛋 后世出发了 我大喜的日子 你总得回去喝点喜酒吧 闪大叔还说了 说让你帮我去接新媳妇呢 牛蛋 你 你别那么小心眼行不行 咱们说好咱们愿赌服输 你 你糊弄人 我是 你不认吗 我不认行吗我 你把人老彭都快打死了 那我不认你也知道了呀 牛蛋 咱俩是把兄弟 多大点事 那 那 能比咱兄弟俩的情谊还重要 你也跟我学学 对吧 心眼大点 你看我都把娘借给你 就要十年了 那媳妇还不能先让着我 天呐 牛蛋 牛蛋 那什么 你今天不回去行吗 你出八亿都得回家 你要不回去 娘真饶不了我 娘真饶不了我 你看 全是死奶的败仗 最近小鬼子很猖狂了 你们行 连连吃败仗 说说 该怎么办 我说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大呢 就是你我的配合 对 别争点争啊 那爷们的 你还算是个军人 都还像个爷们呢 是爷们打了败仗就得认 下一回作战 谁丢着阵地给我抢回来 他照样是个爷们儿 听着 两日内 全军在李家团队给我进口 是 小四 好 告诉梁飞虎 谢谢大名 是 老子这次要亲自出城 我就不信了 吃不了小鬼子 司令 您真是神机妙算哪 有线索了 我让我的亲兄弟 跟着梁飞虎的队伍去了大罗镇 您猜怎么着 刚才他回来报信说 他亲眼看见吴奶奶了 这个老兔崽子 这么多年他一直瞒着我 你说我要是杀了他 他确实是个抗日的汉子 我要是不杀他 老子窝囊 可现在这个局面 你去 去把儿子给我带回来 是 来来来来 回来了 梁市长来不来喝喜酒啊 来 他还说呢 让骰子书多准备点酒 是得多准备点酒 我方圆百里的把兄弟啊 他估计是都能来的 就是咱们这日子 定得太紧了点 要是再晚半个月 我四川陕北的把兄弟 那也是能来的 怎么 他没给你回来 没有 没有 这绝种 那比驴还绝 气死我了 那就是你惯的 那比惯你亲儿还惯 你瞧 惯出事来了吧 他是指定要去当兵了 啥 就他呀 那缺心眼的主 那没上前线 那子弹就得先找他 你说啥呢 就你兄弟呢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你说就他那笨样的 我义父也不能要他呀 你义父已经答应了 啥 小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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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花草在家吗 在 市长老子有话说 你帮我叫一下 大当家的 看来这喜酒是吃不上了 啥 你不是答应拴子了吗 刚刚接到司令部的同志 队伍今天就开拔了 又要打仗了 最近我们的队伍 老是吃小子本的亏 赵元庚决定主动出击 杀一杀小鬼子锐气 赵元庚 对 他现在是防御司令 你们二十年前的恩怨 还没有了解吧 我看 办完了戏事 你们就离开这儿了 我担心 他找你的麻烦 大当家的你也要当心啊 他一直恨你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 作为军人 是不会考虑个人恩怨的 这些年我和赵元庚 虽然没有什么私交 但打仗上 配合的还是不错 那也得当心 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 放心吧 真不想你再上战场了 你也不年轻了 万一 吧 你怎么做 我做了你 我做了 怎么做的 那些事